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七二五章绝情的陈渊 一个小时以后 叶浩轩叫醒了他 几样醒神清脑的小菜已经做好 要是天天都能给我做就好了 萧海媚笑盈盈地说 那好 你搬到我那里去住 我天天做给你吃 叶浩轩笑道 不要 我可不敢跟郑公娘娘争宠 萧海媚一边吃菜 一边问道 你没有抽时间 去看看你老丈人 这段时间忙 而且我那老丈人两口子 现在还在气头上 我现在过去 只会是火上浇油 叶浩轩苦笑道 那也不行 若曦现在心里也挺难受 有时间的话 还是尽量陪他一起回去看看 萧海媚道 叶浩轩点点头 说真的 他实在是不想见到陈渊夫妇 但是没办法 谁让他们是自己的岳父岳母 如果他和陈若曦的事情 这两个人不同意的话 那两个人的事情 反倒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 一夜疯狂 叶浩轩一早起来 为萧海媚准备了早餐以后才离去 先是到诊所忙完了诊所的事情 然后到医院给一些自己负责的病号治疗 等忙完这一切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了 叶浩轩感觉现在自己有点分身乏术 看来德加警医院整顿了 把玄湖居并入曙光医院 自己平时只接诊些重病号 以后就不会那么忙了 虽然空有一身医术 但是他个人能力有限 发展中医这个念头 现在越来越强烈了 现在陈若曦在陈英的家里暂住 叶浩轩让黑子自行回去 他自己开这车来到了军属大院之中 陈英的身孕已经接近三个月了 现在他的小腹微微的隆起 由于叶浩轩给的偏方 让他怀上了龙凤胎 所以他的小腹比起常规的准妈妈要高一些 小叶 你可算是来了 来 帮小姑看看这两个小东西怎么样 把叶浩轩赢了进去 陈英便伸出了手腕 来 让我把把脉 叶浩轩笑着伸出手腕 在陈英的脉上搭了片刻 他收回手笑道 没事的小姑 你和宝宝都很健康 注意多走动 保持良好心情 那就好 你先坐这 今天中午在这里吃饭 尝尝小姑的手艺 陈英笑道 别 小姑 还是我来吧 你尝尝我的手艺 对了 我姑父呢 叶浩轩连忙站起来 他 带我去参加运前 培训班了 我报了一个培训班 今天感觉有些累 所以就没去 但是又不想拉下功课 陈英笑道 他去参加 叶浩轩神色一致 难以想象 寄星也一个大老爷们 夹杂在孕妇中间 做那些孕前保健动作的 是啊 他学了以后回来再给我讲 陈英笑道 他辅这小妇 脸上洋溢这做母亲的笑意 小姑 你就坐下休息吧 尝尝她的手艺怎么样 一边的陈若曦扶着陈英坐下 那好 反正都是自家人了 陈英笑道若曦 什么时候把事情给定下了 这 陈若曦看了叶浩轩一眼 脸色飞红的说我爸妈还在生这气呢 你可以不用理会他们 薛家那小子现在差小业 差了十万八千里 为人父母的 考虑的不是家族的利益 而是儿女的幸福 你放心 这件事情 我做主了 大不了我去找老太爷去 陈英道 谢谢小姑了 我去厨房帮忙 陈若曦说这跑到了厨房 帮叶浩轩洗菜 不过从来没有下过厨房的陈若曦 显得有些笨手笨脚的 这个女人性格如火 要是让她上战场是好样的 但是让她做些女人应该做得细致活 这真的难为她了 看这陈若曦有些心不在念的样子 叶浩轩停下切菜的动作 走到她跟前道还在想你爸妈 陈若曦神色失落地点点头道 不管怎么样 她们毕竟是我爸妈 别难过 吃完饭以后 我陪你回家一趟 儿女都是父亲的心头肉 我就不相信 她们真的那么狠心 叶浩轩笑道 真的 陈若曦心中一喜 说实在的 这几天她一直想回家去看看 但是一直提不起勇气 但是她的目光随即暗淡道 你现在过去 不是火上浇油吗 那又怎么样 看我老婆这样子 我也难过啊 叶浩轩笑道长痛 不如短痛 早点把岳父岳母搞定了 好娶你过门啊 想得美 陈若曦称道 唉 我想如果我们都是 普通人家的孩子多好 现在娶个媳妇 一套房子 一辆车就搞定了 哪像你老爸 叶浩轩叹道 只是她忘记了 在现实生活中 一套房 一辆车 丈母娘能把准女婿 一家人逼得上吊 吃过午饭之后 叶浩轩陪陈若曦 一起来到了陈家大院前 前几天发生的事情 其实陈老太爷早就知道了 他只是说了一句 儿孙自有儿孙祖 由他去吧 之后就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陈家和薛家之前 达成的协议 在叶浩轩出现的那一刻 已经不复存在 这才是陈渊生气的原因 虽然叶家比起薛家来 要强上几分 但是 正因为叶家太庞大了 所以 反而有些地方 不能满足陈渊的要求 停好了车 陈若曦和叶浩轩 一起向大门口走去 小姐 你不能进去 门口一名警卫走上前去 拦下了两个人 陈若曦的心里 默然依陈 这是他的家 现在他竟然不能回去 难道他们 真的不要自己这个女儿了吗 你说什么 陈若曦不敢置信的看这警卫 上一次见识过了陈若曦的战力 这名警卫不免有些头皮发麻 他应这头皮道 这是家主吩咐的 请小姐不要为难我们 他怎么说的 叶浩轩的火气蹭的一声上来了 陈渊的所作所为 未免太绝情了点吧 家主说以后这个家门 不向小姐敞开 警卫道 好 好啊 陈渊 你真行 叶浩轩咬牙切齿地说 他挽着陈若曦的手道 这是你家小姐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 陈渊凭什么不让他进去 他这么做 老太爷同意吗 对不起 这是家主的吩咐 叶浩轩双眼中的含义 让这名警卫不自由主地退了一步 那凛冽的杀鸡 让周边的警卫心中一领 手里的枪栓马上拉开 全神戒备地看着叶浩轩 叫陈渊出来 我要当面问他 是不是真的那么绝情 叶浩轩喝道 对不起叶少 家主有命令 你和小姐都不准踏入陈家半步 如果敢硬闯的话 他特许我们可以开枪击毙 为首的警卫硬着头皮说 其实这名警卫真的恨不得现在死了算了 他现在面对的是他们的小姐还有叶家的人 虽然陈渊是下过令 但是对上两人的身份 他还是底气不足 特许开枪 陈若曦心头大震 他喃喃地说 好 好啊 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他卖女儿没卖成 就下这种命令 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可以下这种狠心 我果真有一个好父亲 他突然紧紧着叶浩轩的手 叶浩轩感觉到他的指尖冰凉 没有一点温度 一向风风火火的陈若曦泪流满面 他痛苦地说 我们走吧 这里已经不是我的家了 我 我是一个没家的孩子了 看着陈若曦伤心的样子 叶浩轩的心里一阵揪心的疼 他手一动 就要下手放倒这一队 警卫出气 但陈若曦拦着他道 不管怎么说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既然这个家 不要我了 那我也没必要死缠烂打敌 哀求他们 若曦 虽然叶浩轩有所不甘心 但是看这一向坚强的陈若曦梨花带雨的样子 叶浩轩的拳头还是松开了 他揽着陈若曦道 你还有我 陈若曦留这类点点头 他扎入叶浩轩的怀里 失声痛哭 告诉陈渊 人在座 天在看 为人父亲的可以这么狠心对待自己的女儿 他迟早会遭报应的 我现在宣布 从此以后 陈渊夫妇 列入我玄湖居的黑名单 哪怕是他们夫妇病死在我玄湖居门前 我也不会出手援助 你让你们所谓的家主 好自为之 叶浩轩今天是真的动怒了 他见过的奇葩多了去了 但是没有见过像陈渊这样的奇葩 呵呵 一个世家的家主 竟然把利益活面子看得比自己的亲生女儿还重要 这是叶浩轩生平警戒 即使是自己仇人 即使是前一段 那对明星夫妇把叶浩轩往死里得罪 但是叶浩轩也没有公开宣布过 把他们列入黑名单 今天陈渊的所作所为 让叶浩轩震怒 一路上 陈渊浩轩泪流不止 为了利益 为了面子 陈渊可以对自己的女儿下打赶踏入家门半步 就格杀勿论的命令 这才是让陈若曦心如死灰的原因 对不起 叶浩轩把车停在一边探道 不是你的错 陈若曦只住了泪水 她的眼睛微微的发红 她淡淡的说我想静一静 我现在去找龙伯 让她给我找些任务 若曦 叶浩轩吃了一惊 你不要担心 我真的只是想静一静 给我点时间好吗 陈若曦靠在叶浩轩的怀里 叶浩轩的心意软 陈若曦一向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女孩 她还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柔弱的一面 这件事情对她的打击真的不小